我们继续讲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后印象拍艺术家 Vincent William 梵高 1881年的年末呢 他搬家到了海牙的一个名叫安东莫夫的表哥的画室附近 在当时小有名气的表哥帮助他很多呀 上一期我发过他表哥画的画大家也看到了 功底很强 画的淡雅又好看 于是表哥就教他怎么打基础 还介绍了一个名叫特斯泰格的客人 花了石法郎买过一副Vincent的素描呢 后来他们梵高家族他爸那辈啊 杭四的那个可尔叔叔 还一口气买了他12副钢笔素描的风景画 一度让Vincent欣喜若狂 这里直接打破了梵高一生 只卖出一副红色葡萄园的传说 大家也别小看这12副钢笔画 至少画了三个月呢 都是海牙的风景 对工作极其认真 绝不会随手两笔糊弄事 表哥安东莫夫自然是经常 以一个美术界过来人的身份 就指点他 送了更多的这个石膏像 手脚的模型送给他 就是让他多做练习 Vincent是最烦这点 看石膏像就觉得无聊透顶 心想我练几遍也就可以了 还老化呀 于是像赌气似的就直接给扔垃圾桶了 好死不死 有一次还让他表哥在垃圾桶里面看见了 这当然就是闹得不欢而散了 莫夫觉得是在糟蹋自己的好心意啊 其实不是啊 慢慢两人就疏远了 以至于莫夫联系提奥的时候 还跟提奥告状了 就说你哥Vincent太骄傲不逊 一点不听劝 不适合当艺术家 你以后也别资助他了 没用 白费 那些钱保准都得打水漂 你自己也没多高的收入 何必呢 你自己以后不找对象不成家里耶了吗 天天帮着他 天天养着他 能有头吗 你都不知道这小子有多肺啊 这那的 一通数落 其实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因为Vincent吧 他这个花钱真是 有时候他自己都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还不忘了偶尔去一趟风月场所呢 看待性方面 做不到基本的自律 很放纵啊 要不怎么能得病呢 还得花钱瞧病啊 竟然也不说改善一下伙食 可顾模特的花销从来没中断过啊 生活一塌糊涂 那所以他信里面提要是这么说 他说 我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 也没吃上过一顿热饭 牙齿已经有明显的松动 我需要补充营养 身体状况正在急速下降 虽然我才三十岁 但感觉已经像个老人了 但他的实际做法是 衣食住行全省了 就衣服三年就一件 模特就必须得有啊 这个不能中断 不过那个时候 苦虽然苦 但是觉得精神是自由的 富有激情的 不然怎么能坚持下来呢 就激情超乎常人 所以他又跟他弟弟说 提要 你以前也像我一样自由 你画的风景画也非常好 你要不要考虑 来跟我一起当画家呀 好嘛 他再一起过来 跟你一块浪 那你俩不得一起饿死呀 但后来你与古壁画廊 签订了劳动合同 我感觉你好像要为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了 那么你就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了 我则不同 绝不会束缚自己 我有强烈的信仰和爱 能从枯燥的小事情中得到很多快乐 不是 你弟弟那劳动合同还是卖身器呀 也不是失去自由吧 但在他看来就跟蹲监狱差不多 当时海牙的生活确实挺丰富的 有繁荣的市集 剧院的音乐剧 滑稽戏 夜生活 酒吧 咖啡厅等等 闲着没事还能去牧场 看看牛羊 小鸡小鸭之类的小动物 梵高还真去牛棚看过生小牛啊 没事老去看这些 反而觉得城市太过喧嚣 不喜欢城市 滑稽戏他也看过一次 就跟咱们看那个向上小品似的啊 但是完全心不在焉 一点也get不到笑点 周围人笑得都快背过气去了 他无动于衷 注意力 全在剧院的那个幕布的花纹呀 装饰啊 都在这方面 其实他也承认自己有时候脾气不太好 会跟表哥爆发冲突 他跟提要说 即便如此 我也从来不会教唆别人 断了另一个人的生路 这也太不礼貌了 我需要一点同情才能继续工作下去 还对 他说的就是莫夫联系提奥 让提奥别再给他钱那事 可是他也会乱花呀 咱至少说逛妓院这事 您先克制一下对吧 包括买过一副反高素描的 那个特斯泰格先生 这哥们跟莫夫是好朋友嘛 当然帮朋友说话了 这哥们也看得出来 Wincent这个私生活太放纵 也告诉提奥说 你别资助他了 没用 作为外人 我都替你觉得不值啊 就这那的 反正什么难听的都说了 不是 我觉得这人吧 就有时候就很矛盾 你自己既然是欣赏他的作品 不是也买过吗 那为什么又帮哥们骂他呢 那你到底是欣赏不欣赏他的才华呀 那看来买过那幅画 回头也得扔了呗 这中间的纠葛真的很多 Wincent也尝试跟表哥莫夫恢复关系 他是懂得感恩的 但是每次尝试 却换来更为激烈的争吵啊 以至于最后一次 他俩在沙滩上聊天的时候 莫夫竟然忍不住说 你这人有着邪恶的性格 人品太刺 然后转身离去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得出这种结论啊 其实莫夫自己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 两人注定关系不会好 某个他人的无心之举 总会触发敏感的人的无名火呀 加上Wincent本身确实也不让人省心 他在1881年年末的冬天 干了一件相当令亲友无法接受的事情啊 就是他跟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名叫西恩的妓女 同居住在一起了 他又扮演起了救世主啊 这个西恩怀着身孕 同时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 西恩只是他的义名 这个女人本名叫克拉西纳玛利亚霍尼克 忧伤这幅素描画的就是他 Wincent当年说 这是他画的最好的一张人体素描 西恩贫困潦倒 生活几乎是陷入绝境的时候 遇上了街上闲逛的Wincent 一直都容易被伤感女人打动的他 看到西恩流露出如同 表姐凯依如同自己母亲 同样的伤感和无助的神情的时候 当然是让他大受感触了 刚好自己也需要一个模特 最开始是想少花点钱 请他来当模特了 他就发现 这别的模特 甭管是农民还是小孩的 村里的二混子 一个个的都不是特别听话 让他们摆动作可费老劲了 也不配合 西恩则言听计从啊 给他的酬劳并不多 但是你让他摆什么动作 他就摆什么动作 你发脾气他也认劳认怨 一来二去聊起来 他发现原来这个女人这么惨 这男人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就带着女儿还怀着孩子 外面那么大冷的天 基本上没住处啊 可能也就是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凑合睡 Wincent可太心疼他了 就说你就来我这里住吧 我管你吃喝 因为他自己也是在被表姐 被莫夫抛弃了之后 无数个日夜都在心中呐喊 上帝啊 你为何一气我呢 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另外一个自己嘛 就很怜悯她 妓女西恩看她这么说 当然是万分感激了 所以西恩当时跟梵高这么说 她说 我知道你没什么钱 只要你答应修留我 就算吃的再差一点 再苦一点 我也可以忍受 没有你 我就活不下去了 我爱你 最后这句 我爱你 让Wincent最是感动 因为他理解的爱 从来跟外貌年龄无关 他深深的认为 来自眼前这位年老色衰的妓女的爱 比年轻姑娘来的更真实 更深沉 所以他跟提奥说啊 她是认真的 没有任何面具 这让我也感受到 我内心当中真爱的样子 这种真实 长久以来都被扼杀了 今天开始绽放 就如同死亡之后的重生 一个人要多感动 才能写下这些话呢 确实这个心流落街头多年 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 也快饿死了 带着女儿 投奔了Wincent之后 好歹是有饭吃了 身体健康 从此真是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也许更让Wincent认为 我就是耶稣一样的救世主 可是扮演救世主 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养活自己都够呛 还要把自己屋子 当做一个未来小宝宝出生的产房 又照顾一个母亲 加一个小女孩 那再加上他自己 以后得一共喂饱四个人呀 但按照Wincent自己的想法是 西恩从来不会像其他女人一样撒娇 最欣赏的就是他这一点 他只会好好做事 在我工作和学习方面 帮助我很多 他不再漂亮 不再年轻 但也不再愚蠢 1882年的6月呢 西恩的孩子出生了 男孩 取名叫威廉 对了 就是梵高的中间名 威廉 用这个给孩子命名 自然是为了感激 这愿意收留他们的恩人了 当时他这屋子是又当画室 又住人 还当客厅 当卧室 孩子拉了尿了 这屋可真是热闹了 东西我归都能从地板一直堆到房顶啊 这样当时五月末的天气 还天天刮大风下大雨 偶尔还下一场暴风雨 这家伙子半夜里 给这屋窗户刮的是 哐当哐当 直响 你就响吧 那么个破屋子 就好玄都没给直线 把房顶给掀开 这便宜嘛 这房屋质量很差的 风大到什么程度 他心里说 那天晚上 我以为我的房子要塌了 玻璃被大风瞬间刮碎了 屋里的台灯 衣服用品 画架 全都被刮到了 画材散落了一地 再加上屋里 几个受苦的人的 慌张的神情 只好大半夜 又叫来邻居 帮我用一条毯子 勉强挡住了窗户 等待第二天修理 这是再没人 比他们过得更惨了 新的女儿也吓得直哭 她四岁嘛 就已经天天 这么颠沛流离了 但是你说 孕妇难道真的能 在Wincent这屋里 生孩子吗 那当然不行了 Wincent用最后的一点钱 给他送到村里的诊所 生的孩子 住院了两周 生下了一个 很可爱的小宝宝 孩子一出生 西恩的老母亲 听说了这件事 还一出院 老太太跟着西恩 一起来住 梵高这屋里去了 这下可热闹了 这屋里后来 愣住下了五口人 这五口人 还都指着弟弟提奥 资助的钱来养活 还真应了画家米勒那句话 艺术就是战斗 给谁不得疯啊 梵高对弟弟没有隐瞒 当提奥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当然是很珍惜哥哥 跟自己无话不谈 也非常了解Wincent 就小心翼翼的提醒Wincent 说这个西恩 没准是爱占便宜的人 弄不好是在骗你 以后赖上你了之后 到时候你就更没有办法脱身了 Wincent的确是有说过说 想跟西恩有结婚的打算 这弟弟当然是听了这个更担心了 这个想法很快让他爸 特奥多鲁斯先生也知道了 把这父亲气得就险些崩溃啊 这儿子怎么不光在家不省心 出去了更能作 我身为牧师 怎么有这么个儿子呢 这么作孽了 他爸当时都想找个医生 给他开个证明 就证明梵高已经疯了 想让人给他送精神病院里去了 当然他爸的想法 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想法 和后世百年来 好多人相信的一样 都相信Wincent这个时候 已经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了 但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不认为Wincent的精神方面的问题 有多严重 即便是有问题 他的问题并不比 现在的很多普通人更多 对吧 现代生活中 其实很多人更疯狂 况且Wincent始终保持着 非常清晰的思路呀 他自己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他跟提奥说 弟弟 你们不了解他 你一次都没见过他 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是个骗子 是个爱占便宜的女人呢 如果我现在抛弃他 他包括他的孩子 一定会饿死街头 我怎能这样残忍 他确实有缺点 比如他经常说脏话 这点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所厌恶的 但他口中的所有低俗 依然胜过那些 经过文雅修饰的冷酷无情 这社会对底层人是如此残酷 会把弱者践踏于脚下 没错 我喜欢文明的发展 但我只相信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文明 你看他这番话 这水平 看事物之透彻 我多了之后真的是感动到无以复加 现代有几人能达到他这种思想高度的 不多 说的多棒啊 我只相信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文明啊 哎呀 可惜他生错了时代 而且温森特也知道 如果他坚持跟西恩结婚的话 那弟弟可能就不会再资助他了 他爸绝不会放过他 所以算是强忍着没跟他结婚啊 差一点俩人就办了这个结婚手续了 你从他1883年创作这幅画 就能看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名字叫摇篮旁的小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西恩的女儿 婴儿就是小威廉 可以看得出来 温森特的生活早就雪上加霜了 但他依然是说 现在我很富有 已经明白自己事业的方向 我怎能觉得自己是不幸的呢 他这句话让我想起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三章的内容 有人说啊 我很富足 一样不缺 可他却不知自己是那瞎眼赤身的人 毕竟温森特坚定的认为 金钱无法解决内心的空虚 为了洞悉人性和真爱 他宁愿选择贫穷 当时弟弟提奥已经交了女朋友 也就是后来的梵高弟媳妇乔安娜 这个弟媳妇也觉得西恩是在骗梵高 乔安娜这个高材生上过大学的 就毕业之后还去了大英博物馆工作呢 翻高后来那些作品 广为人之日 就有他不小的功劳 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们之后再说 你想啊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那肯定是看不上西恩这种女人啊 这也无形之中 再度增加了温森特的压力 一直在担心 这个弟弟早晚有天 也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啊 那到时候肯定不再资助自己了 那可怎么办啊 可他看着眼前的西恩 又无比同情 西恩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认识你之前 我曾经想过投河自杀 这就更让温森特放不下他 所以即便是房东 已经天天催着屁块们要账了 已经负债累累 他也扛下了这些压力 更是对刚出生的孩子 势如己出 最后 终于身无分文的温森特呢 没有能力再支付任何的费用了 还好等到第二年呢 这个西恩的身体有所恢复了 这个时候他就重操就业 又卖身去了 可能太看出来 温森特这样的画家 是空有一片热情 但实际上也根本无力支撑一个家庭 所以就算不赶他走 他恐怕早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了 于是 1883年的9月 温森特在车站跟西恩和他的孩子们告别 从此再无交错 而之后那个小女孩呢 被西恩交给了孩子的姥姥 小威廉过继给了舅舅 西恩这个可怜的女人则是在50岁的时候 真的选择了投河自尽 以当年承诺过的方式 结束了生命 其实这个小威廉从小虽然经历过这种苦难 但是他倒是一直活下来了 一直活到二战之后呢 还当了水利工程师 可以说是家庭事业都挺成功的一个人 他知道自己母亲当年差点跟藩高结婚 可是他把这件事情当做秘密 谁也没告诉 当时的藩高早就名声大噪了 但这个威廉从来没提过这件事 一直埋在心里 后来有人找到已经变成老人的威廉 就问他说 要不是我们找到你都不知道您还活着呢 你怎么也不告诉别人这件事情 他说 年轻的时候的确有想过 总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秘密 但我又不想让人知道我母亲曾是个妓女 说出来会让我难过 所以这个秘密打算一直隐藏下去 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威廉可能就是藩高的亲生儿子 Wincent跟西恩可能很早就认识了 要不为什么多年之后 西恩心中唯一惦记的 就只有那个疯狂的红发画家 以至于这中间疑点重重啊 这威廉的孙子还打算跟提奥的曾孙 做着血缘鉴定呢 不过威廉的孙子就答应过说 就算鉴定结果是有亲属关系 也不会争夺任何的财产 要的只是一个名分 但后来也是因为法律程序太过复杂 没能实现 没办法 这些就只好淹没在历史之中了 荷兰南部啊 有个小镇叫做尼嫩 Wincent的父亲呢 当时被派往了尼嫩的新教区 去那边做牧师 这里镇子上啊 一共几千户人家 全都是纺织工啊 农民啊 民风淳朴 那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 他属于基督新教 一共基督徒他一百来这儿 就在那个地方传教 挺有压力的 会受到排挤的 但是全家老小 还是搬到那边了 工作的小教堂 是一个很小的 小的可怜啊 但这时候 走投无路的Wincent 突然打算回家了 那也就只能去尼嫩了 他总不能回 北部拉班特的哀藤吧 回去也没人了 只可惜他回去了之后啊 还把好多的画 堆放在了一个竹楼里 放在原来的房东家了 他就跟房东说 我还得回来取呢 您能不能帮我多留几天 后来等Wincent 再联系那个房东的时候 那一堆传世神作 早就被扔了 我估计那个房东 要是有后人的话 想起来自己的爷爷 做过这种事 绝对得毁死 坟都得给他刨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眼镯呀 对艺术家不够尊重 措施了几个亿 事实告诉我们 绝对不要看不起 任何一个落魄的人 更可惜的是 我们也无缘 再见这些作品一眼了 时隔两年 跟家人相聚 父亲终于不得不 跟家里的这个问题青年 开诚公布的谈一谈了 父子俩这次倒是没吵架 那是你再折腾 又得让他赶出去呀 Wincent就答应父亲说 我今后老老实实的 不折腾了 给我一个安静的地方 画画就行了 那爸呢 就把这个教堂的洗衣房 腾出来给他当画室 母亲安娜摔伤了腿 Wincent一直是负责照顾母亲 一家人阔别两年 过的是有条不紊的 当时提奥在外地的 这个古比尔画廊的分店工作 就没跟家人住一块 于是爸妈给提奥写信 还忍不住夸赞Wincent 就说哎呀 没想到这儿子终于懂事了 说提奥你放心吧 现在他把妈妈照顾的很好 不知疲倦 忙里忙外 而且仍然是忙里偷闲 去继续他自己的创作 浪子回头金不换呀 同时Wincent给提奥写信 也半开玩笑 半抱怨似的说 提奥 我给你邮寄过去那么多话 你怎么一付都没卖出去呀 你真是忙活了这么久 给我卖出去的不多也不少 一张都没有 我真是服了你了 但是提奥仍然继续给他寄钱 资助他 对他的埋怨不以为意 兄弟俩感情真的是足够好 才敢说出这种心里话 他对弟弟唯一的情感表达 就是开心的时候 多画一些画送给弟弟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花弟弟的钱是一种羞耻 有时候会说 这幅画你不用拿去卖 只是送给你 表达我的心意和祝福 所以多次提到说提奥 如果有一天你无法再支持我 请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我会很理解你的 但我不希望你的决定 是突然做出来的 至少让我有所准备吧 然后提奥每次都安慰他说 你放心 我会一直支持你 所以说 当一个艺术家 是有多无奈 这话我好像之前也说过 当时那个年代 不光樊高 一个艺术家这么难 别人也都很难 甚至已经名声大造的 当时的莫奈 也不是每幅画都能卖出去的 一样被人指指点点 这个以后我们再详细说 不过他在泥嫩的感情生活 倒值得一提 他在这穷乡僻壤 新交了个女朋友 还是女孩倒追的他 当时1884年 31岁的樊高 认识了当地的一个 39岁的名叫 玛格丽塔的女人 可能乡村从来没有见过 有画家在外面写生吧 就这个女人 对他挺好奇的 聊起来就发现 温森特这个人挺好 就爱上他 对他百依百顺 反而温森特的信中 几乎没提到过 这个玛格丽塔 没什么波澜 估计他就懒得提了 是啊 他还顺着他 就反而激发不出他的热情 不过他挺喜欢 这个玛格丽塔 没激情没关系 打算跟他结婚 可是这时候 玛格丽塔的两个姐姐 是强烈反对 他们是反而看不上 温森特的 当然也不知道 是谁传出去的 就都说这哥们 是个问题人物 你们可离他远点 这是个精神病患者 这种声音很多 这就导致于 玛格丽塔最后 没能跟温森特 走进婚姻 玛格丽塔的姐姐 保准是说 你看这温森特这个人 他跟妓女同居过 岁数还比你小那么多 本身当艺术家的 就容易一清别恋 是吧 玛格丽塔也不听啊 那跟家人大吵了一架 他真的是能看到 温森特很多优点的 他的性格之中 也有一股刚烈 冷不防 竟然吃下了 剧毒的老鼠药 视地宁 这个东西吃下去 你要超过24个小时 那是绝对救不回来了 当时温森特也吓坏了 急忙帮他做了催吐 赶紧去送医院 人虽然是抢救回来了 但医生说他神经中枢 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 不适合结婚 身体太弱了 这么一闹 那就不光玛格丽塔的亲友了 整个村子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种压力 只好让温森特放弃了这段感情 其实是对方那个姑娘先追的他 这怎么能说 他这个麻烦制造者呢 可不管怎么说 这个问题青年的形象 变得更根深蒂固了 以至于家人跟他的关系 又变得紧张 父亲对儿子的印象 也越来越觉得陌生啊 其实特奥多鲁斯先生 还是非常支持儿子的绘画事业 他不然也不会帮他找画室 也不会再收留他 对吧 还是爱他的 这辈子为他可算操碎了心了 只是温森特太过桀骜不驯 明明能好好说的话 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能吵起来 但父亲还是希望把话给说开 于是在1885年3月25号这一天 再次跟温森特语重心长的谈了一次 可没想到这次谈话 竟然成了跟父亲最后的谈话 特奥多鲁斯先生 两天之后 在家附近散步的时候 心脏病突发倒地不起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 享年63岁 父亲的突然离世 让温森特无比难过 想起老爸两天前 还语重心长的陪自己聊天 仿佛就像是他早有预感 才送上这最后的道别和祝福一样 又想到跟他发生过无数的冲突 以及自己的忤逆不孝 还有当年为了自己四处奔走的 去矿坑探望自己的那个样子 这一切更让他痛不欲生 原来老爸是这样爱着自己 于是就在父亲去世之际 温森特悲痛地创造了一幅画 名字叫《摊开的圣经》 这幅画寄托了儿子 对一个温柔父亲的哀思 这本圣经曾经是父亲最重要的物品 看到他就能想到老爸以前阅读他 用他教导人的样子 可现在书本还在 人已经不能再见了 这幅画画面中还有熄灭的蜡烛 整体色调偏暗 代表着温森特无尽的悲伤 荷兰大画家伦伯朗 曾经有这么一幅画 名叫《犹太新娘》 其实画中是伦伯朗的儿子 提图斯和他的新娘 你可以想象父亲慈爱的眼神 盯着自己的孩子 儿子又为新娘戴上项链 温森特难免会想 父亲却无法见到我结婚的那天 想到这些忍不住泪流满面 所以温森特说 我愿意以十年光阴 换来两周在这幅画前驻足 只有面包裹腹就足够 这段时间他又创作了著名的神作 吃土豆的人也叫实属者 昏暗的尤灯下 有着泥嫩农民的最真实的面貌 还有戴白帽子的农妇等等这些作品 这些农民他画了很多 把他们生活的艰辛 全用笔触完美的表达出来 细看之下 刮刀的快速勾勒 唇上的一抹亮光 每一笔都是神来之笔 但是这个时候 他才刚开始画油画 以前画的都是水彩画 钢笔画 对 樊高也是会画水彩画的 好多同学可能不知道 水彩画他正经画的不错 而油画的质感 当然让他更为喜欢 只是颜料太贵 不太能练习得起 所以1885年这时候呢 也是他刚喜欢蓝色的时候 对色彩的运用 还不如后来那么好 咱就说实属者这幅画吧 它82厘米乘以114厘米 一米多长啊 挺大一幅呢 当年Wincent画了一个多礼拜 才完成啊 画完之后惊为天人 把几个人的疲惫的眼神 和呆滞的那种神情 还有那个劳动之后的饥饿呀 表达的淋漓尽致 樊高好多的画都一米多长 重不溜的也得七八十公分呢 挺大的 不是小小的一幅 相当费时间的 学过美术的朋友应该清楚 画那么大一幅是很耗时耗力的 但是吧 你不得不说这个实属者 他细看固然是细致啊 但是对于普通审美鉴上能力的 一般人来说的话呢 通常都会觉得这个画面太黑了 甚至当时很多人觉得他画得很难看 但这的确是Wincent把对劳动者的同情 画作为了一种凝视 你看这几个吃马铃鼠的人 感觉更像是某种宗教仪式 像不像耶稣受难前一晚最后的晚餐呢 对吧 但是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吗 他最早他去布鲁塞尔美术学院打基础的时候 不是认识了一个画画很不错的小伙子 名叫拉帕德吗 那个小伙子还教会他好多的技巧呢 大家还记得吧 他当时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啊 画一幅大的油画之前 先多练习几遍 先画几张素描 然后再实际的去画这幅油画 于是他就把实书者这幅素描呢 放信封里面游记给拉帕德看了 就问他 说你看我这个作品上设计的怎么样 结果拉帕德毫不避讳啊 直接严厉的批评了Vincent 就说你这个手臂和鼻子极度不自然 几个人的手都明显缺乏练习 这一项给Vincent直接激怒了 说我正是要表达这种风格呀 你以为我不会画手吗 我当然会画 但我又不是你说那个风格 两人的关系从这里开始就决裂了 给他气勾呛 当时他不是还画了好多戴白帽子的这个纺织女工吗 有一个名叫西安德格鲁特的17岁女孩 他当时怀孕了 不敢说自己的孩子是谁的 于是天主教区的神父就说 这个孩子是Vincent的 因为Vincent是当地出名的问题人物 而且他多次邀请过这个女孩去做模特 那当然肯定不是Vincent让他怀孕的呀 这女孩后来他也自己承认说 这事跟Vincent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这可就真是白口莫辩了 主要是那个神父根本就是对基督徒是有偏见 烦他们一家子 于是号召好多的村民对Vincent极尽羞辱唾弃 其实最后母亲安娜都说父亲的去世就是因为她 都是她把老爸给气死了 给Vincent搞得心力交瘁 心想我只不过想安静度日 怎么都这么难呢 尼嫩这个地方有太多伤心往事 干脆搬走吧惹不起躲得起吧 还有一个人值得聊啊 这Vincent在尼嫩生活这两年找个小孩当模特 这个小男孩他是十岁 名叫比埃特梵霍恩 1972年的时候 就有人找到了这位92岁高龄老先生 他回忆起十岁时候跟Vincent相处的经历 还是非常感慨 他也是少有的实际上接触过梵高 同时也接受过采访的人 他说我当然记得我的老朋友梵高先生了 也没人能忘记他 虽然当时我只有十岁 但一切都历历在目 这红胡子的男人和他的话 他身材偏瘦却结实 不善言谈 我不明白为什么村里的人都说他疯了 但我觉得他很正常 只是生活方式跟别人不同而已 我那时候还总是喜欢远远的叫他一声梵高先生 但这时候他总是好像没听见一样 而眼睛目不转睛盯着他的画 站在他的画架前双手抱胸一动不动 只是这么看着他那个作品 而他这种时候眼神锐利 有时候会突然猛的在画布上突然填上几笔 如此反复一下午光阴就这样过去 直到心满意足的时候才望向我 叫我一声嘿小伙子 可是少女怀孕的丑闻 加上神父的禁令还是逼走了他 温森特 临离开尼嫩的时候 一部分作品给了提奥 一部分放在家里 母亲安娜一怒之下烧毁了好几幅作品 其他好多都以卖废纸的方式给了各种人 这霍恩老先生还感叹的说可怜的温森特 他临走前只说离开两个礼拜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再回来了 就这么 温森特在1885年的11月 搬到了比利时北部的安特卫普 比利时人也是说荷兰语的 他况且还在布鲁塞尔学过美术 就觉得这挺亲切 打算以后就在这常住了 这里有啤酒酒吧 水手士兵摄影师 还有姑娘们跳华尔兹 真是一个热闹的港口城市 他那个时候摄影行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大家很喜欢时不时的拍一个家族照片 梵高家族也有照片 只是温森特个人不爱照相 历史上只有非常模糊的梵高的生活照 那确实太可惜了 安特卫普整个城市色彩鲜明 让人心情焕然一新 能忘掉好多烦恼 值得一说的是 这个地方也是大画家彼得保罗卢本斯的故乡 当地也有不错的美术学校 学费低廉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可以继续找摩特继续练习创作作品 这个阶段 温森特当然也问过弟弟 就是说 我目前的作品你感觉到底怎么样啊 你说实话 此前他画的最认真的不就是那个实书者吗 关于这个作品 他弟弟提要的审美也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 觉得画面黑了点 但是不敢直说啊 之前温森特不就是因为这个风格问题 跟老朋友拉帕都决裂了吗 相当委婉的说 现代人恐怕难以欣赏你的作品 如果你真想让作品更好卖一些 至少色彩应该更明快一些吧 温森特心里当然是非常不服啊 他又说 我当时眼睛看到的就是昏暗的场景啊 艺术作品难道不应该还原作者的感受吗 不过事后他想了想 感觉弟弟说的也对啊 这么下去的确是不太好卖啊 黑乎乎一片 这大多数人不想用这种装饰家居吧 于是 刚搬到安特贝普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能看得出来 他的风格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可以说是吸收了提要的建议 对色彩有了全新的认识 温森特梵高第一幅自画像 就是在这里画的 也就这幅 大家看一下 他戴了一顶礼帽 显得非常有精神 着装也很正式 之后他画的更多的都是戴草帽的了 这里就是他画自画像习惯的一个开始 自拍照也好 自画像也好 这是一种自我审视 温森特最崇拜的大画家 伦伯朗 卢本斯和米勒 都擅长这种自我审视 其实这对艺术家来说很难啊 好多人没有胆量面对自己的缺陷 有时候你还不得不修正 可修正观点是有多难 是很痛苦的 但温森特呢 他努力面对自我 一步步调整 这实际上在艺术道路上来讲是十分难得的 值得人敬佩 那么温森特梵高的故事 我们下回再继续说 这次先讲到这里 感谢你们收听 感谢你们收听